发射中 美丽国的野猪有多可恨 伤人投毒 跑美丽国人的祖坟 无恶不作 无法无天 在美国野生二师兄们 给当地人带来的许多磨难 甚至都让美国人文之色变 也许你会问 只是一群野猪而已 就算数量再多 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2006年 美国发生过一起食物中毒案件 导致美国人有数百人中毒 其中还有三个 在这起事件中丧命 美国的卫生部门表示非常重视 用尽所有手段 要将幕后凶手绳之一法 然而调查的结果 却令他们难以相信 中毒者都是吃了同一批 含有剧毒的菠菜 那么究竟是谁对菠菜下毒呢 你绝对想不到 竟然是憨厚可爱的二师兄 原来在种植这批 毒菠菜的农场周边 有不少野生二师兄出没 他们常常骚扰农场 横冲直撞地撞开围来 吃农场里的菠菜 在他们吃饱喝足后 身上携带的有毒病菌 就留在了菠菜上 然后有毒菠菜就这样流入了市场 除了毒害美国人的身体 不干人事的二师兄们 还总是破坏美国的历史遗迹 甚至连祖坟都给刨了 2013年 德克萨斯州的一处公墓 就遭到了一群野猪的破坏 而且据相关人员调查发现 这群二师兄还是有预谋的 他们白天在周边觅食休息 等到晚上 周围的人都走光了 才跑进公墓 疯狂破坏 除了暗地里下毒 逃别人祖坟 美国有些疯狂的野猪 还会堂而皇之地搞破坏 凭借尖牙利嘴 每次在农田里饱餐一顿后 还会把整片庄稼 都给糟蹋的乱七八糟 甚至还会随脚 把灌溉设备也一并毁掉 给当地农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那么野猪在美国为何如此疯狂 原来他们也是入侵物种 超级野猪入侵美国 数量高达九百万头 他们智商高 快头大 走到哪里就能在哪里打成一片 他们不像家猪那样温文尔雅 有人胆敢挑衅他们 将会遭到一群野生二师兄的追击 然而就是躲着他们走 来兴致的野猪们 也还会跑到美国人的住宅区 农场快活 甚至连房子都能说啃就啃 然而造成野猪如今这种在美利国为非作歹的局面的 却是美国人自己 众所周知 猪不是美国的本土生物 并且美国的野猪还不是普通的猪 官方将其称为超级猪 美国这片土地原来属于殖民地 当时一些殖民者和探险家 把一些家猪运到了美洲 这些猪大部分被宰杀吃掉了 还有一部分将它们放养起来 勇于狩猎 也是 家猪温顺 跑起来还慢 在野外可以说是最佳的猎物了 然而令它们没想到的是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演化 这些温顺的家猪竟然野化了 在野外形成了不可小觑的庞大族群 那么这些野猪又是怎么变成超级猪呢 原来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兴起了各种猎猪游戏 狩猎协会和旅游公司 都开始往这个领域投钱 有的地方本来没有猪 但是为了赚钱 商家就花钱买猪 然后再放生到野外 后来为了争夺顾客 商家想尽办法 增加狩猎的难度与刺激程度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改良猪的品质 光放养家猪不够有趣 得找些能力强的猪 供玩家狩猎 于是有些商家 专程从欧洲和俄罗斯等地 进口了一些活跃的野猪 没成想 这些新来的野猪们 很快和家猪打得火热 胆眼速度惊人 在猪的品质上 它们一改普通猪的性情懒惰 行动迟缓 变得体型庞大 行动迅速 时速能高达50公里 这样狩猎起来简直不要太刺激 只是它们没想到 这种新种群 也就是美国人口中的超级猪 不仅根本不惧当地人的狩猎 繁衍扩张的速度 还让美国人措手不及 我们接着看 每年损失数十亿美金 野猪在美国有多让人头疼 据统计 在美国泛滥的野猪大约有600多万头 而且数量还在大幅上涨 这些野猪半岁就可以交配繁殖后代 一头雌性野猪 一胎能生育将近十头小猪 繁衍速度堪比裂变了 而且作为典型的杂食性动物 野猪在美国真正做到了 有什么吃什么 吃什么不剩什么 而且别的入侵物种 还要受气候的制约 可对于美国的野猪而言 就算在寒冷的冬季 也都能找到吃的 陆地上实在找不到吃的 还会下水捉鱼 因为野外没有天敌的制约 野猪这才变得无法无天 那么神通广大的美国人 就不能控制控制他们吗 其实已经为消灭野猪制定了不少方案 甚至连直升机都出动了 结果都无济于事 后来政府找来专业的猎手 打算遏制他们的数量 不成想 野猪没杀掉多少 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猎手们遭到了猪群们的围攻 并且如果不是有强有力的武器傍身 还都杀不了他们 这些野猪的战斗力 可以说是相当强悍了 他们的皮毛厚重 一般的武器很难刺进去 一副又锋利又长的獠牙 更是助长了野猪们的气眼 当然了 那些被杀的野猪们 也不能被拿来吃 前面提到的毒菠菜事件 就让美国人心有余悸 谁敢铤而走险 放着肉质美味安全的家猪肉不吃 去吃带病毒的野猪肉呢 在消灭野猪这一问题上 美国人是想尽了办法 甚至连投毒这种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损招都用上了 把野猪杀死的同时 也把当地其他无辜动物的命 都给搭了进去 这场人猪大战 目前野猪稳稳占据了上风